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7日 瑞银大中华研讨会最新发布的报告 如今 中国零售商对于发展自有品牌愈发积极 未来十年可能成为中国消费品行业的新兴力量 一方面零售商本身就是最接近消费者的 他们所拥有的密集渠道 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 都能够为其自有品牌提供较好的露出与销售机会 另一方面 包括美装热户在内的某些自有品牌品类利润率较高 在利润驱动下会有更多零售商投入更多经营自有品牌在一些品类 零售商的自有品牌 在比品牌商的价格便宜20%的情况下 还是有一定利润率的 瑞银大众化消费品行业研究主管彭燕燕说 据瑞银观察 纸巾与卫生产品 美装个户 包装食品 服饰品类 都是自有品牌存在机遇 甚至可能威胁到普通零售品牌的品类 但在啤酒行业这类较为集中的行业及大啤酒巨头 拥有较高的市场定价权与份额 零售商自有品牌切入有一定难度 零售商经营自有品牌最大的优势在线上举例而言 当消费者在电商购买某个产品的时候 零售商可以轻易地把其自有品牌的商品 放在页面最显眼的位置 而过去 如果在线下消费 普通零售品牌的营销人员 很可能会通过实体促销 降价手段吸引消费者 让他们消费自己的品牌 而不是买超市自有的 因此 中国的广大零售商 也在积极线上线下 结盟阿里巴巴在2017年控股大润发超市 腾讯 京东则入股了永辉超级物种 瑞银报告显示 未来发展自有品牌 是这些零售商结合线上线下 追求利润的必经之路 不过 线下中国的自有品牌发展 仍然是接近于零的状态 2017年自有品牌在消费品品类中的市场份额显示 目前 中国持有包装食物 美装 各户品类自有品牌占据和位数份额 菜软饮料 服饰等其他品类市场占有率几乎为零 如果比对欧美市场家庭用质 卫生用品分类美国的零售商自有品牌份额超过了20% 而包装食品品类自有品牌份额也超过了15% 最质好 比对欧美国的旅行 澤散开 由尚